第一集,白妇在婚故不将娶白母为妻,平民子弟白洛英的母亲要改嫁高干了,白洛英为此情绪低落。 早上起床梳洗,有发现心爱的短裤被粗心的父亲遗弃在水池中,也无可人数落了父亲一顿。 无独有偶,顾海的父亲也要举办婚事。 顾母在多年以前世事身亡,顾海一直认为是父亲害死了母亲,父子两人之间横跟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,形如仇人。 顾海虽然反对父亲再婚,但胳膊拧不过大腿,除了发发牢骚表达不满,无力阻止身为军队首长坐视雷厉风行的顾情去嫌。 事情就是如此凑巧,顾不娶的女人恰好是白洛英的母亲。 白母非常羡慕顾海的成长环境,决定过一二年送白洛英出国留学。 为白洛英的人生提前做好规划,免得在起步线上就输给同龄人。 白洛英一直对父母离婚耿耿于怀,自然不愿意接受母亲的安排,一口回绝了母亲的好意。 这时至终不给母亲好脸色看。 开学日记到来,白洛英调到顾海就读的班级,班主任姓罗明小鱼。 他一上台就有好课系自我介绍,接着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写在黑板上,暗示学生们随便来电。 上映剧情电视猫。 白洛英成绩优秀,写的一首好字,是公认的学霸。 开学当天,他姿态高傲嘲讽了写的一首丑字的顾海,两人由此结下了矛盾。 上映剧情电视猫。 来而不往分离野,顾海趁着白洛英舞备,悄悄撕掉了改洛英写好的课本作业。 白洛英浑然不知,将课本交给罗小鱼。 被罗小鱼狠狠批评了一顿。 罗小鱼不听白洛英解释,认定白洛英故意交控白课本。 火冒三战乘必会与白洛英斗争到底。 写好的作业被人撕掉了。 白洛英怒不可恶,心知自己被人捉弄,但又无法立即查出幕后黑手是谁。 顾海放学与两个朋友聚餐。 两个朋友知道顾海的家庭情况,也知道顾父即将娶一个带着脱油瓶的女人。 顾海对即将住进顾家的后妈产生敌意,在两个朋友面前放出狠话。 如果他与后妈的儿子相见,必然给其一个下马威,维护自己在家中的地位。 第二集,白洛英闹肚子顾海赠泻要报案放学。 杨蒙被一个女同学叫住。 女同学对相貌英俊的尤其产生了好感。 从杨蒙嘴中了解尤其的喜好,杨蒙对尤其毫无好感。 挤上心来哼骗女同学送卫生纸给尤其。 白洛英与杨蒙结伴放学回家。 杨蒙在路上谈论班上的漂亮女生。 白洛英却不在状态中。 提不起泡妞的兴趣。 回到家中又发现内裤全被父亲禁失。 白洛后悔莫及。 提议暂时送自己的内裤给白洛英穿。 白洛英知道父亲只有一条内裤。 如果父亲让出内裤,最少要挂一二天的空档。 他虽然对父亲有诸多不满, 但还没有沦落到抢夺父亲内裤的地步。 是内裤中的一条内裤已经晾干了一半。 白洛英穿着半湿不甘的内裤读书上学。 顾海曾经跟踪白洛英放学回家。 偷听到白洛英数落父亲泡湿内裤。 他决定以此捉弄白洛英。 买了新内裤和纸线药。 神不知鬼绝放入白洛英的书包中。 白洛英因为穿了湿内裤。 在自习课上接连二次上厕所。 等到他上完课所回到教室。 发现书包里面有一条新内裤以及一盒纸泄药。 顾海布施时机宣布是自己送了内裤和泄药给白洛英。 故意让众人知道白洛英缺少内裤。 白洛英被顾海拆穿了底气。 颜面尽失。 恼羞成怒与顾海产生争吵。 顾海趁机提起自己曾经撕掉白洛英课本的秘密。 白洛英曾因课本被撕掉。 韩冤首区被班主任痛骂了一顿。 被班主任误以为是不良学生。 幕后黑手原来是顾海。 白洛英情绪激动险些动粗。 体育课上。 体育老师给学生们上课。 身材高大的顾海与体育老师言语不合针锋相对。 体育老师罚顾海做六十个俯卧称。 顾海没有白长了高高的个头。 在众人的住室下趴在地上做了一百多个俯卧称。 众人被顾海的体格折补。 不约儿童鼓起掌来。 有好事者趁机给体育老师难堪。 提醒体育老师也应该当重鹿一手。 否则难以扶重。 在这名好事者的煽动下。 所有学生一致要求体育老师展示体育技能。 感谢观看看看。